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啊买4个数据库的基本管理方式那这节课呢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买4个数据库中数据表的设计大家都知道在做网站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把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而数据库呢是由数据组成的数据又是需要通过表来管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今天的主要内容这个主要内容看一下 创建数据表那创建数据表呢一共分为这八部分我们大概需要呢两节课的时间把它录制完成 首先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数据表 咱说最主要的是在网站里边将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一个画图 这上节课呢我已经画过这样的一个图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呢我们是管理多个库 比如说我们可以管理多个库 假如说我们这个是整个叫做mySQL mySQL dbms mySQL数据管理系统 我们管理三个库 比如说 我们这个是做论坛用的库 假如bbs 这个呢是做商城需要的库 比如shop 这个假如说我们需要的是做博客需要的库 当然这三个网站呢 假如说你放在一个库里面也是可以的 我们需要三个库 那假如说我们做商城 那我们就需要商城里边需要的用户产品类别 以至用户的留言 那我们这些就是数据需要保存 那我们怎么保存呢 在这里边我们是用多个表 比如说用用户表来保存用户 用产品表来表保存商品 用评论表来保存评论 然后以及其他的表分类的表等等等等 所以在一个库里边是管理多个表的 那我们这节课就是创建这个表 现在咱们学的数据库呢 都是官形数据库 官形数据库指的就是表和表之间的关系 那咱这节课的重点呢 不是说把表设计数关系 咱们拿单个表来设计 那么在这里来看一下 一个表又有什么组成的 就跟我们雷的一个塞尔一样 假如说这是一个表 首先呢这个表我们要有行有列 假如上面是一个字段 看一下 这个表 表上面呢都是字段 比如说ID来保存编号的 假如内幕来保存名称的 age保存年龄的 size保持性别的 保持保存身高的 其他的 看这样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有字段 我们这里边再存的就是每条记录 一条记录存一个用户 假如这里边有三条记录 假如中间 第一条记录 假如ID是一 名字叫做 admin 然后 年龄假如说是十岁 性别 来 身高 比如说 189.0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保存了 这就是一个数据表 也就是数据表呢是由数据库中的一个基本的存储单元 一个买cell系统会管理多库 每一库里边的有数据表 数据表是保存数据的基本单元 他是以行 现在行和字段也就是列 那行呢我们称为是记录 比如说这里边可以存三条记录 和列一列两列三列四列五列六列由六列组成的一个二维结构的呃 用于存储数据的一个表 那数据表呢是由表结构和表内容两部分组成的 那先建立结构 然后才能输入数据 所以呢 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你要先把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表结构都创建出来 然后再针对程序往里再使用程序往里添加数据 比如用户注册一个用户的话 那么数据就会添加到表里边一次 那我们看一下 那数据表呢主要由字段名 也就是这个列名 然后每一列肯定有个类型的 那类型 这个列还有应该有属性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数据表 整个MySQL数据管理的结构 我们都是通过MySQL DBMS来进行管理的 Sircure就是进行管理的 这就是数据表 那看一下 创建一个数据表 我们需要的 呃 Sircure就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 打开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命令 首先我们得连接到服务器上 我服务器是开着的 -uroot -p 说密码 123456 我现在用root用户 连接本机的 呃 数据库服务器 好 连接上了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了 我要想创建数据表的话 我必须得 先选择哪个库 在哪个库里边创建数据表 所以呢 我们选择usc 比如说 细说 呃 咱们昨天用上几个看到了 受 dtbses 有这么多库 比如说我今天再创建一库 创建 数据库 比如说这个库我们叫做 cms demo 这个库 看一下 我选择用usecmsdemo 好 就是这个库 斜杆还是看一下状态 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现在使用的当前的数据库是这个cmsdemo 是这个用户在使用 那连接的端口呢是 呃 3306 我们上去可以看到帮帮助了用一个问号 cr eat创建tale创建表的一个帮助 你看到 创建表的预计法 啊 我们在这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比较复杂 下边有这么多定义 那这个呢 有可能你看不懂 那咱们 我单独给你提出来 在这给你写下的一个创建表的一个模型都需要什么 当然创建表的语呃语句我们使用是ddl语句 数据对象定义语句 cr eat 使用创建 那么我色口语句尽量大写 它是不区分大家写的 cr eat 创建tale创建表 记得所有的关键字尽量大写 虽然它是不区分大家写的 然后是表明 表明称 然后后边紧接着一个括号 最后是一个番号结束 刚才咱们看到 一个表必不可少的 必须得有字断名也就列名 那每个列的必须都有类型 是这样的 所以我创建表的时候呢 可以有多个字段 看一下 当然我们是可以分成多行来写的 比如说 字段名 字段名一 然后必须得有这个列的类型 是整形还是字母串 然后字段名二 列类型 后边字段名 然后就紧跟着是列类型 然后等等等 比如说字段 字段名 点个 列类型 是这样的 这是创建表的最基本的结构 当然了 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在创建表时除了必须指定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还有啊 还有需要指定一些属性 以及一些约束的 所以比如说主件外件等一些功能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比如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个 我写上综合号 这都表示可选的部分 比如说 如果 not 这张作人也说过 不存在 我们再去创建 存在就不创建 这部分是可选的 然后呢 每个字段都可以有属性 有属性 所以这就是咱们学创建表的下边一部分 字段的属性 类型 咱们都分别去学习 字段的属性 我加综合的意思是可选的 你不加也可以 当时为了完整性和一致性 咱们最好加上 然后呢 除了有属性之外 每个字段 咱们还都可以加 所以 这所有你的概念呢 后边咱们也会详细的介绍 所以 所以是这样的 这是表里边字段列需要的 必须有的就是字段名和列类型 然后属性 所以是可选的 每个字段都是这样的 然后本身的兼字 呃 表里边的每个字段有列类型 在买四个表也是分类型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指定 但是不指定表会选用默认的类型 也会有表类型的 表类型 然后呢 表也可以指定用什么字符集存储 是GB232还是UTO8 所以呢 我们可以指定表的什么 呃 表字符集 当然除了表可以指定字符集 每个列也可以指定字符集 这就是咱们创建表需要的必须的几部分 所以呢 咱下边就是数据类型 字段 所以表存储类型和位置 字符集 修改表 这几部分 咱们就能把一个完整表创建出来 当然咱们学 现在学的基本预法 以后咱们遇到项目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程序员 根据这个项目 把整个项目需要的表都创建出来 表和表的之间的关系确定好 然后我们才能写项目 对这个表性管理资争改查 我们看这里边 这里边需要我们自己命名的 就是这个表名称和字段名 表名称和字段名 需要我们自己定义名称 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创建一个存用户的表 我们叫优户 因为表是存多个记录 所以我们最好加个s 表示复数的意思 那假如我存的文章 这是article 加文章 我最好加一个es 表示多个文章的 这是我们定义的表名 咱们说了 circuit语句 circuit语句是不区分 大小写的 但是这个表名和字段名 你要 比如说咱们在写名称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特点和变量名 命名一样的 首先circuit呃是不区分 大小写的 这咱们都清楚 然后表名和这个字段名 你自己定义名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第一点 一定要有意义 一定要有意义这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是存用户表的 这个存文章表的 可以用英文 或英文缩写 最好就是用英文 组合和英文缩写 假设你一个单词表达不了意思 你用多个单词组合写 或者是多个单词的缩写 多个单词的缩写 都可以 最好不要用汉语拼音 也不要用汉语拼音和英文混合这些 这是命名 一定要有意义 然后呢 第二个名称一定要 自己定义的 名称最好都小写 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当然大小写自己定义名称都是可以的了 最好都是小写的 因为咱虽然说色语 就是不勤为大小写的 但是这个创建的表明 表就是一个文件 表明就是一个文件名 你看一下 咱们说把数据库存在哪了 你看 锡盘 我们来看一下 买色个数据库 这个里边存了管理的多个库 每个库里边 你看一下 比如说book 这个 这三个就是存储一个表 你看一下 表明就转化成了这个文件名 库名也转化成了目录名 所以呢 不同的操作系统不一样 比如windows不区分大小写 windows不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要针对windows的写怎么都没问题 但你这程序将来运行可能是运行在liening上面 所以你要针对windows的写 你大小写不注意的话 到liening下就会有问题 因为liening是怎么的 操作系统和uninx是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有可能项目运行不了 所以这给大家的建议 表名称和字段名是自己定义的 要注意命名一定要有意义 然后呢 名称最好都是小写的 注意这个自己命名的东西要区分大小写 注意点就可以了 本身写色课语句的时候呢 你在写的时候呢 色课语句是关键字 就本人属于色课语句上的词 比如create table或者if not 什么什么存在这些东西 色课语句最好都大写 都大写 这样呢 我们就能区分出什么是色课语句 什么是自己定义的名称 只要一别人一看你这里边大写东西 就认为是色课语句 小写东西就是自己定义的名称就可以了 这是我习惯写项目的时候的一个命名规范 好 我们看一下创建表的列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库在cms代目里边 create大小cret创建表 可以加这个 如果不存在 我们创建 然后我们写表名 你看一下 表名我可以自己定义 最好的小写 比如说我创建用户用户表 然后括号 如果没写分号的话 可以是多号 比如说做一个id字端是自己写的 类型是int 然后多字端之间用逗号隔开 看一下 如果现在想退出怎么办呢 我直接用一个斜杖c 你看就退出了 当然这条也就是没创建成功的 那比如说id 假如我在写的时候写错了几个代言号 你看这个时候前面也有个代言号 我斜杖c是退出不了的 你看一下 那怎么办呢 我补上一个代言号 出现了杠件号的时候 斜杖c才能退出 看这样 所以可以把命名猜成多行 好 我们再重写一下create创建表 如果notessts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创建users这个表 然后类型id 你看我有个int类型的整形的 斗号 名字我有个char差类型的 40个字端长度 然后最后一个不用加斗号了 我可以直接加括号 分号结束 你看 这个表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我们看怎么能看表啊 show tabres 我们看到有这个表 怎么看表结构啊 dsc users 表结构两个字段 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刚才看到id就是字段名 name也是字段名 int是类型 char是类型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个列的类型 有多少个 那对于啊 对于mysicle中的数据值 呃 的分类呢 有数值型 字无串 日期型和空值等等 有这么几种 就是这个列类型 就是这个列类型 有数值型 这第一种数值型 啊 要字符串 字符 要日期型 要空 大概有这么四种 不是大概有 就有这四种 那我都说了 像买sicle数据库 不光是peerp可以去使用这种买sicle数据库 像加瓦西语言呢 等等很 只要是语言都可以处理数据库的那种那些开发语言都可以去 处理数据库 那既然他可以处理数据库那他的类型应该是比其他所有语言里边存在的数据类型还应该多呀 比如说peerp里边八种类型加瓦里边也八种类型 那其他语言里边类型有很多种 那他怎么只有四种呢 看一下 这只是大的分类 那每种类型呢 还可以分为 呃 更细致的一些分类 所以呢 只要是你编成语言里边有的类型 咱们数据表就能够把它的数据存到咱们数据表里边 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关系 所以呢 呃 这和呢 mySQL这种表类型的和一般的编程员的分类的都差不多 另外呢 mySQL数据库的表呢 是一个二维表 由一个或多个数据列构成的 每个数据列都有他特定的类型 那这个类型呢 就决定了mySQL如何看待该列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整形数值存放到字符类型列中 那mySQL呢 则会把它看成是字符串来处理 那mySQL中的列类型呢 咱说了列类型通常是有三种的 这个空咱们就是一个值啊 咱就不看了 列类型其实就有三种 空是一个值 空值嘛 刚才说数据值分类分那几种 那类型呢 就可以分为这三种 有就是数值型 还有字符串 还有日期和时间型 这么三种 其实呢 我们从大类来看呢 呃 则会把它看成是 从大来看的 这个列类型和数据类型一样 都是只有三种 但是每种列类型的还可以细分 我们现在就详细介绍一下 比如说数值型 看一下 mySQL的数值呢 分为整形和浮点形两种 整形和 浮点形 看一下 那整形咱都知道了 就是什么 整数 整数存整数用的 那浮点形呢 咱也知道 就是存小数用的 所以这整形和浮点形都属于数值型 都属于数值型这个类的 那我们这个再分又怎么分呢 还可以细分 整形又可以分为 这么 比如说整形又可以分为 呃 非常小的整形 非常小的 非常小的 整形 还有是 呃 较小的 整形 还可以分为是中等 大小的 整形 呃 还可以分为标准的整形 标准的整数型 然后还可以分大整数型 嗯 整形就可以分为这么几种 那为什么要分这么细呢 所有的数据类型其实在往细分 你看 细分 都是按 呃 空间 大小来 区分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 就比如说 呃 为什么按空间大小来区分啊 假设咱们程序中用到的变量 整形 int 比如说 int a 等于10 那么这个整数呢 它是四个字节 有的时候存实用不上四个字节 一个字节不就够了吗 那看一下 你在程序里边用到的变量 都是加达到内存中用的 所以程序中呢 也珍惜这个变量 存储的这个空间 但是程序中 一个脚本中 有一百个变量 咱往多了说 有二百个变量够多了吧 那二百个变量 一个占四个字节 那才多少个 才八百个字节 那八百个字节 对内存来说都是非常小的 而数据库不一样 你看一下 数据库 是 有量的 什么叫量的 比如说 嗯 一百万条记录 或者一千万条记录 你看一下 那我都说了 数据库还是存在文件中的 存一起 一百万一千万 这都是文件硬盘大点不就可以了吗 但有的时候呢 咱们得 再算计算一下 比如说 明明 用一个字节能存下的 我用四个字节存 你用四个字节去存 这样的话 一条记录就浪费了三个字节 一条路 记录就浪费三个字节 那假如说 有这么多条记录呢 你算一下浪费了多少字节 这只是一列上我们浪费的字节 假如说我这个表里边有一百列呢 你可以算这个值浪费了多少字节 所以呢 你就记着一点就可以 哪一点 是按空间来分的 能存下就行 可以 存下 就可以 所以呢 非常小的整形 非常小的整形 存储空间的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而较小的类型呢 存储空间呢 那就两个字节 所以你看什么数据需要用两个字节存 然后呢 中等的是三个字节 然后标准整形是四个字节 大整形的是八个字节 你看一下 按空间分 比如说 存一个字节的 他带符号的是一个字节 是八位的零零一吗 那八位零零一的数值就在一百二十 伏一百二十八到一百二十七之间 比如说存一个人的年龄 那这个怎么的 有可能就够了 当然年龄很少有网数据库字段里存的 通常存出生日期 比如存一个啊 用户权限的类权限 一代表有这个权限 零代表没有这个权限 那你就没有必要用四个字节存 我用一个字节存就可以了吗 只要数据在这个之间的就可以 或者是在零到 二百五十五 那我都说了 这两可不一样啊 对了 这个叫做无符号的时候 什么叫无符号 就是把不需要复数的时候 无符号情况下 就不需要复数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把每个类型的空间翻二倍 零到二百五十五 一共是二百五十五个数 那两个字节这呢 空间是多少 是负的 我记得是三二七六八 到正的 三二七六七 七六七 因为它是两个字节存的 十六个零零零一 能存到这么多数 那假如变成无符号的呢 就是零到多少 六五五三五 这两个字节的 大小 如果变成无符号的 那三个字节呢 那你就看一下吧 是多少 大概无符号的是 前面有点记不清了 无符号的是零到是 一六 七七七 二一五 大概是这个空间 无符号的 那你除一半 看一下 有符号多少 那四个字节呢 就是咱们整数了 四个字节就是咱们的整数 那基本上是从负的 二一 四七 四八 三六四八 三六 四八 这块到正的 二一 四七 四八 三六四七 你可以看一下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二十一一段 那五分二呢 空间就是发位 八字节呢 那空间就更大了 那就是多少 八个字节 那就是 二的 八字节 八百六四 六十四次方 二的六十四次方 这么大 这是二的八次方吗 十六次方 正寸主空间 那我们看一下 正寸主空间 用什么类型名称 都叫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 非常小的 类型名称 是 t inyint 我写在后边吧 t inyint 这是类型名称 我们声明的时候 较小的整形呢 我们使用的是s smart int 然后中等的整形呢 我们使用的是med iumint 然后标准的整形 那就是什么 就是int 所以我们通常习惯呢 为了简单 就写int 那那样的话 小数据 它也浪费了自己了 那大整形呢 bigint 看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前面呢 我们是声明了一个整形 比如说cr eat 创建 tabre 创建表 比如说我们叫tab1 这个表明 tab1 这个表明 你看 我声明一个id 啊 我用一个tinyint 用这个来存储 有一个字段 就可以创建一个表 insert into 插入到tab1 这个表里边 id的字段 v6值 这一句呢 上几课咱们也介绍过 比如说我插入一个100 没问题的 但是我插入 200 你得看一下 我再插入一个-200 选择 c from tb1里边 你就看到 100是正确的 但是我200超过了最大值127 所以呢 他就以最大值显示 我-200呢 低于了 嗯 最大值-128 所以呢 以-的最大值显示 所以呢 最大值就是-127到128之间 比如说我在创建一表 我把它创建成无符号的 这就是咱们后边说的属性 加个属性就能把它变成无符号的 比如说cr 再创建一表 cr eat创建 表 tab tab2 这个表 id 这个我使用 也是 tinyint 但是我需要加上 呃 使用那个无符号的 比如说 加个属性 unsi gned 那我再同样存入几个值 比如insert into 插入到tab2里边 id这个值 你看我插入几个 插入一个90 这是正确的值是可以的 你看一下 比如说插入900 插入-900 我尽量带点值 我们看一下 它的空间存储是什么样的 from tab2 看一下 255到0 90是正确的数 所以呢 加上一个词就能把它变成无符号的就可以了 其他我就不用试了 你可以试一下 它都是根据空间大小不同 整形才分为这种五种整形 从一个字节 两个字节 三个字节 四个字节 然后八个字节 你根据你要存储的那个数据量 那个列的真正的值不超过哪个值 我们就用哪个 它的值范围呢 你可以看二的一次方 然后这是 嗯 二的 一个字节是八个 二的八次方 啊 二的十六次方 这个呢 啊 二的三十 二十四次方 然后 二的三十二次方 二的六十四次方 这么大有空间 无数二的空间翻译倍 都是一样的 这个浮点形 我们看一下 浮点形的有这么两种 有三种啊 f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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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占的空间那是四个字节 然后有double double类型 double类型的占的是八个字节 也是根据存储空间的 那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呢 和提高数据库的一些处理效率 我们应该根据应用数据的取质范围来选择一定的一个最适合的数据类型 除了浮点数 还有一个叫做定点数 就是 嗯 使用这个 de 呃 ciml 定点数 那他占多少个字节 他这里边有 其实这我们都可以指定多少位的 比如说指定m个一共m个数 然后呢 保留小一点后面两位 假设我们这也是用一个数字d double型的一共要他占几位 小一点后面保留几位 他也是一样的 那么他占用的字节数一共是多大呢 就是m呃加 呃 二个字节 那现在就是问了 什么是浮点数 什么是啊 定点数 浮点数呢 浮点数呢 一般用于表示含有小数部分的数值 当一个字端被定义浮点数类型后 如果插入的数据 的精度超过了该列定义的实际精度 那么则插入的数值呢 会被四捨五入 插入到实际定义的这个精度值 然后再插入 然后再插入 那四捨五入的过程中呢 不会报错 那像买西哥中的flows和double类型都是用来表示浮点数的 那定点数呢 则不同 定点数呢 不同于浮点数 定点数实际上是以字符串形式存放的 所以定点数可以更精确的保存数据 如果实际插入的数值精度大于实际定义的精度 则乃乃西哥们呢 会发出一些警告 但是呢 数据库还按照实际的精度呢 啊 进行插入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之间的一些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浮点数 比如说我CREAT 创建一个表 TABL表 比如说叫TAB3这个表 我存一个flows类型 先PIC价钱flows类型 比如说 FROAT 我按的是一共是五位 记得不是小一点的前面五位 一共是五位 小一点保留两位 比如说我们插入一些数值 insert into 插入到TAB3这个表里边 这个字段 值V64 后边不要忘记这S 比如说我存的是1234567.123 你看一下 先看一下 它的长度超过了这范围 TAB3这个表 你看就也 因为一共是五位的嘛 那五位的最大值就是999.99 那假如说我在五位之内 比如说 123.123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就是123.12 但是浮点型呢 那他会怎么的 比如说 存是125 他会四十五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等一下没有四十五路 表示价钱12 大点值129 看一下四十五路了 我后边是149 他变成15了 四十五路了 是这样的 另外呢 浮点数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用浮点数的话 你进行比较的话 比如说浮点数存在着误差 因为浮点数是一个近似数 比如说我们说八点零 其实他不是八 他是呃 七点九九九九九九 所以呢 咱们浮点数不能用用于什么 用于等号去比较 比如说在加我成语里边 或者是PP成语里边 如果非要使用浮点数比较的话 那么最好使用范围比较 而不是使用等号比较 浮点数存在这个误差 而我们使用这个flot和double形 它俩用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下边还有什么定点数 我们开始用定点数来保存一下 CREAT创建 表 呃 我用double和定点数两个一起创建一下 TAB 呃 四 这个表 我创建一个万的字段 我用DOUBLE 大不行 比如说 呃 八位的 后边保存点 保存一位 然后 兔字段 我这会用 DECML 假如说我也是八位的 小一点 后边是一位 因为这种定点数是使用自无创存的 你看DESC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结构 TAB4 你看一下 刚才咱们看四手无助呢 连警告都没有 我们这回插入一下 先插入正确的值 你看一下可不可以 啊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TAB4里边 万字段和兔字段 值 分别是 12.3和12.4 两个都12.3吧 我们看一下 没有出现任何警告 from从TAB4里边 是没问题的 那假如说我再换一下值 比如说 12.38 12.38和这个12.38 你看这会儿会有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是谁发生的 就是这个定点数发生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值 的确是多少呢 嗯 后边的值也45入了 看一下啊 嗯 也45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 嗯 12.2 2 1 成人警告 是一样的 不应该四搜无入啊 我以自无刺 他会自动转换 12.4 12.4 36 12.4 这个有点问题啊 总之这个浮点数会出现一些误差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存啊 存三的话 有可能他变成二了 这是有一些误差的问题 也就是啊 我们在对这个浮点数进行操作的时候 他经常会偏发生误差 所以呢 咱们在使用浮点数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咱们在使用的时候 浮点数呢 存在着误差的问题 所以呢 对货币等 对精度敏感的数据 应该用定点数来表示和存储 在编程中呢 如果用到浮点数 要特别注意误差的问题 并尽量避免做浮点数的比较 所以呢 要注意浮点数中的一些特殊值的处理 我现在呢 忘记了什么是特殊值 总之有特殊值呢 浮点数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咱们可以看到啊 浮点数的类型数据呢 嗯会因为四射五入产入误差 所以呢很适合用于啊那些不适合用于那些精度比较高的那些运算 而它的缺点呢 就是他们的存储格是不同 在这个呃定点数的时候呢 它是它的存储格是呢 呃 CPU不能对它直接运算 它会影响到一些存储效率 所以呢 定点数优点就是精确 但是呢 呃会影响到效率 因为它存储格是以自乎串的形成存的 不能直接运算 它要转换一下 这是浮点数和定点数 这是整数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自乎串类型 看自乎串类型 自乎串可以用来表示 呃任何一种数值 比如说你其他咱这里没有对应类型 其他任何类型的值都可以用自乎串来存 包括刚才的整数和复点数 也可以用自乎串类型来存 所以呢 它是最基本的类型之一 我们可以用自乎串类型来存储 图像或者声音之类的二进数据 也可以存储那些压缩的数据 MySQL的支持以单眼号或双眼号的自乎串的 一些序列 比如说我们存数据的时候 像这样双眼号的MySQL 或者是单眼号的MySQL 都是可以的 同样 如果你用PRP程序 那MySQL能识别自乎串中的转印字符 转印那些转印字符 当然用斜杠这种表示的转印字符 那我们看一下 字符类型在我们这里边 自乎串有什么呢 有差和微差 他们两个在MySQL里边最大的存储空间 你看一下 最大的存储空间的都是255个 255个 这是最大的存储空间 超过250字符呢会截断 我们也可以指定长度 只要后边指定一个m长度 指定多长就可以存储多长 我们来看一下字符串 比如说创建表 TAB6 假如说人的名字 我用X 假如说存10个字段 10个名称 我再存一个 比如说 人的描述介绍 我用VX 我也存储10个 你看一下 在10个一里是没问题的 insert into 插入到TB6里边 ABC ABC都存3个字符 哦 少写了V6 两个都存的话 直接V6就可以了 查询一下 from从这个TB6里边 我们看一下 ABC都有了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ABCD ABCD EFGHI JKMLN 我随便写 可能超过10个字符了 你看一下 这两个都是超过10个字符 就会出现警告 我们看一下 都会超过10个 都会保存10个 那我都问了 为什么我们这里边 有两个 X和VX都是表示字符串的 看一看 最大长度都是255个 中间也可以限制长度 那不同就是 他们一个是定长 一个是变长 这个X和VX的类型相似 都是用来存储字符串的 但它们保存的 检索的方式不同 X属于固定长度 字符串 属于 呃 固定长度 字符串 这个呢 啊 VX属于可变 长度 字符串 什么叫固定长度 什么叫 嗯 可变长度呢 比如说 这两字段 X 四个字 VX VX 也是四个字符串 我们用这个 看一下它的结果 如果都是空字符串的话 那它占的是 这个X占的是四个字符串 那VX如果是空字符串的话 啊 是 空字符串的话 它占就占一个字符串 一个字符串 如果X我那么得A B两个字符的话 那它占多少字符呢 还是四个字符串 还是四个字符串 我就不行 单位了啊 而VX有两个字符串的话 比如说A B 那它占的是三个字符 三个字符串 如果我这块写上 呃 A B C D 四个字符串的话 它还是占四个字符串 正好在范围的时候 还是占四个字符串 而这个 VX 如果我要写A B C D的话 它永远是比字符多一个字符 比如说这是四个 那就是五个字符 如果超过范围的话 A B C D E F G 它还是占四个字符 超过刚才那你看到了 超过范围会被截断 而这个呢 VX呢 它会怎么的 A B C D E F G 它永远也是五个字符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根据内容不同 它永远是内容加一个字符 然后而X类型呢 永远都是固定长自己 不管不存 还是存储 都是这样的 另外呢 这个VX和X呢 列的检索的值呢 并不总是相同的 就算存相同值也不是总相同的 因为在检索时呢 X列呢 会删除了尾部的空格 我们来做下这样的实验 比如说 C R E E T 创建 T A B L E 创建表 T A B 7 这个表 我这里边 生命一个 比如说生命一个V 我们使用VR CHR VX 我们让它占四个字节 我生命一个C 是X 我也让它占四个字节 两个都是相同字节 现在我插入一个数据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 T A B 7 这个表里边 为了插入的值 比如说我插入一个A B 后边加空格 多少号 我再插入一个 A B 也是加空格 长度 大家都知道了 值多少了 你看 现在 从这个里边 T A B 7 里边 我们看一下 都是A B 但是他们解读方式不同 怎么解读方式不同呢 比如说我用一下连接的函数 这个呢 咱们后边会学习 比如说查询 查询 C O N C A T 这是系统里边提供的函数 查询什么呢 将这个V字字段 我连接一个警号 连接一个警号 多号 然后C O N C A T 将这个C的字段 我也连接一个警号 你看这话 从这个T A B 7 这个表里边 我看一下 选择第一个字段 第二个字段 C O N C A T C O N C A T 这少了一个什么 多号 你会看到 检索方式不同 这个第一个V字段 我当然声明的是VX VX的时候呢 不会删除空格 而X这类型的删除空格了 这检索方式不同 那这里边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什么时候用X 什么时候用VX 由于X呢 是固定长度 所以它的处理速度 要比VX要快得多 所以假如说你这个字段 长度就是固定的 比如说像性别啊 或者是什么字段 这个长度相差不多的 不是变化的东西 那你就用这个X来生命 因为它的速度比VX快得多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浪费存储空间 那程序呢 需要对尾部的空格进行处理 所以呢 对于那些长度变化不大的 并且查阅速度 有较高要求的数据 我们就考虑用X类型 那对于VX类型 就是变化比较大的 比如文章的标题 变化就比较大 有的标题是两个字 有的标题是20个字 这样的类型呢 我们最好就用VX来做 但是它的速度呢 不如X快 另外呢 随着MySQL版本不断升级 那VX数据类型的性能呢 也在不断的改进并提高 所以呢 在许多应用中呢 VX类型呢 都被更多的使用 都被更多的使用 当然字符类型 除了X和VX 我们看到了 它们两个优缺点 我们也对比了 但是它们的长度 才是255个呀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再介绍 另外几种类型 也是字符串的 Test的类型 或Blob类型 你看啊 那么一般在保存少量的字符串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X和VX 而保存较大文本的时候 通常就会选择Test和Blob这种类型 那第二者之间区别差别就在 Blob Blob这种用来保存二进制数据 比如说照片 电影 它表示二保存二进制数据 比如说照片 电影 加速包 而这个呢 保存文本 数据 那什么是文本数据啊 比如说文章 日记 这些东西是文本数据 保存文章 这个保存相片 对吧 像日记 相片 这个比如压缩包 等等 当然根据长短不同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两个又可以细分为更多长度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 这几个长度呢 都是相对文本呢 一般的都是和这两个类型都是二的十六次方 啊 减一的 也就是 他们都是变长的 二的十六次方 我这里边表示不了十六次方 就二的十六次方 减一的一个 长度 这两个都是 那么我们有 这个文本 还有中型的文本 MEDIUM TEST 还有 MEDIUM 这个 当然还有什么 最中的 这是二的 二十四次 二十四次方减一长度的最大长度 那么还有什么 LONG 长的文本 那是二的三十二次方减一 那就很长了 这个只能存255个 那你想想 二的三十二次方 三十二相乘减一是多长 对吧 那这也有 LOG LONG LONG Log Log LOD 二的三十二次方 大概是几个G吧 那想想 存照片 或什么几个G的空间 已经够 很够大的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存 文章 存评论 存一个商品的介绍 都要用这文本 存相片 当然我们一般的很少用数据库直接存二进制的 通常呢 都把二进上传的服务器之后 我们只保存二进制数据的这个文件名 比如数据库里保存相片的名称 让我们更好处理一些 那我都说了 怎么把这个相片存到数据库里去啊 假设我这块创建一个 CREAT创建TABRE创建一个表 TAB8 假设一个IMG图像 我用BLOB这个类型 那我自己类型创建完了 你看DSCTB8 我用一四个语句怎么把图片传进去啊 四个语句咱是没办法做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PSP程序或者加网程序 我们有文件处理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图片的文件打开 把里边的所有二进数据都读出来 形成一个字幕串 再把这个字幕串用程序插入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呢 用四个语句呢 我们不好办到 但是我们用程序就好办到了 因为我们有文件读取 能把这个图片的文件中的二进内容都读出来 然后去插入 这是我们大的文本 二进制的和 二进制的和文本的怎么做 当然字幕串类型还有这几个类型 还有比如说像E ENUM和SET 这两种类型 那ENUM和SET是什么呢 这个是每举 这两个是集合类型 看一下 集合类型 一个是每举 一个是SET 那这两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时候用每举 他占用的空间呢 每举这样的空间是 和这SET 这样的空间是 很少的 这个是每举 这个是集合 这个每举类型 他占一个字节或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 而集合呢 是一二三四 或者是八个字节 因为它是可以存多个值的 那我都说了 字无串 为什么就用每举类型 会占这么少空间呢 因为每举就相当于是一个标号一样 比如说我们声明每举类型 他每举出几个来 列举出几个 ENUM 比如说 嗯 1 2 3 4 假如列举出这四个类型 那么某个列的设置这个类型的 只能有这四个值 那假如这四个值 如果按这个来算的话 如果用差类型的话 声明四个类型 他就是四个类型 微差的话 他也是三个字节 为什么能占一个字节呢 就像我们数组一样 通过下标去取里边的某一个值 那每举里边 我实际上声明四个成员 他最多的成员可以有 65535个 有这么多个成员 而集合呢 他里边成员最多是有64个成员 啊 这个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每举 insert into 我先创建一个表 创建 TABLE TAB9 这个表 你看一下 啊 我声明 两个字图串 比如万字段 我声明是 呃 E N NUM 里边我列举几个值 比如说这里边只能存存 A B C D 然后用集合 我们来看一下 兔字段 我声明集合 set 我这里边也是 A B C D 好 我们插 创建表成功 比如说 insert into 插到这个表 TAB9里边 V6值 比如说我第一个 我插上A 第二个我也插上A 这是可以的 你看 查询 因为A的值都在美举和集合之中 你看一下 但是我插入这里边 比如插入W 这里边也插入W 你看 就是两个警告 你看 是空的 因为不在美举和集合中 那美举和集合它俩什么区别呢 你看 这里边是存A 多少号B 存两个值 而这个呢 存A 多少号B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警告 你看 AB存进去了 而这个A和B 没存进去 也就是美举和集合的区别 美举一次 只能用一个值 而这个集合呢 一次可以用多个集合里边的值 集合中的值 中间 多个值中间用什么 中间使用 多号 分开 即可 就刚才咱们做实验室的 我这里边 AB中间用多号 这个呢 存多个值 它是没有效的 是空 这就美举和集合 它占用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你在设设计表的时候 如果这里边值是固定几个值 比如说性别的男女 他要保密这几个 我就可以用美举啊 或者星期存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一共就七天嘛 我可以用美举类型了 对吧 那这些都可以选择美女 如果 如果连续一个字段里边想存美举里边多个值的话 想存多个值呢 就用集合 也是从这里选择 但多个值用多少格开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这里边占用的字节是不定的 因为就看你存多少个值 存一个值 那就占一个 存两个值 占两个 存三个 占四个 存三个 就不断的 就看你那值增加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创建数据表的时候 数值型和字幕串类型 又细分出这么多种 那我们再看一下数据类型 创建表述类型 日期型 我们这里边日期型呢 呃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 DAT专门存日期的 还有Time专门存时间的 还有DateTime专门存日期和时间的 还有 存时间优搓的 还有存专门存年的 那这个存储的格式呢 就是日期的格式 我们要存的时候 字幕串必须得设计这种格式 YYY四位的年 然后杠两位的月杠两位的日 而时间形式呢 必须是呃 两位的小时 然后两位的分 两位的秒 日期和时间格式呢 就跟上面两个组合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时间优搓呢 是这样的格式 连在一起的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那四位的年的格式是这样的 四位的年 所以我们按照我这种格式 你插数据就可以了 比如说 T 呃 创建 表 TAB10 是这个表 你看我创建一个 呃 万字段 我是DAT类型的 兔字段 我是 假如说是 Time类型的 呃 万 三字段 我是DAT Time 这个Time类型的 然后 呃 负字段 是 TIMESTAMP 时间优搓类型的 然后 年字段 啊 file字段 是YER年类型的 你看 上去 DSC 看一下 TAB10 这个表 我们有正几个字段 好 插入值 insert into 假如说 这里边 我只插入 给日期插入值 你看啊 TAB10 比如说只给万字段 插入值 VLUES 我可选择 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你自物串形 插入就可以啊 任何 类型的都可以自物串形 插入 他会自动转 四位的年 2010年 杠12月 杠 03日 可以加千到零 你看 不让从这个 TAB10里边 看一下 这会儿 复着 深游村 用了默认值的啊 看一下这个 就存进去了 还可以怎么存呢 我不加这个 只要位数够了 你看 也可以 那时间怎么存呢 比如说兔字段 我截两只吧 万字段和兔字段 你看第二 我存兔字段 时间值 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13点 13分 22秒 你看 是存进去了 也可以 连写 只要位数够了 就可以 附加这个符号 而且这个时间 还可以怎么的 你看 默认写前两位 那就是没有秒 没有小时 写后边的 就是 呃 分钟和秒 没有小时了 只有分钟和秒 然后 所以是年月日十分秒 我们再写第三次段 你看一下 你要几个必须都得连在一起写 可以连在一起写 比如说 2010年 11月 11日 空格 11分 11秒 11时 哦 没查进去 我这应该有错误 在干嘛 11分 这个要全部插入 你看 在那插入进来 然后时间又错了 默认就是当前时间 然后这个年就存四位年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存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格式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网站上看到 插入时间的 他怕你格式写错 你随便写的一种时间格式 他会你手机一放那出个小日历 或者是选择 下来边选择 哪年哪月哪日 这样才能确保格式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时间格式 创建 表示 最好不要使用这些中的时间格式 因为他们都是年月日十分秒格式 虽然有一个是时间优错 但是这个时间优错 咱们也看到了 它是这种格式 不是我们 P2P程序中的时间优错 P2P中的时间优错是什么 时间 时间 做是从 二零 嗯 错了啊 一九七零年 一月 一日零分零秒 零十零分零秒到现在的秒数 是一个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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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特别容易参与运算 如果你用上面任何一种格式 比如 Data Time或者这时间优错 你都必须把这种格式转成时间优错 我们才能计算 比如说 我从数据库里查询 我想知道 上一周的发的文章量和近一月的商品销售情况 这都是根据时间进行计算的 所以根据时间进行计算的 如果你用这种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那么不方便计算 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什么 用整数 保存时间 那用整数怎么保存时间呢 那P2P里边Time就是一个整数吗 比如说商品的添加时间 我就可以把Time转到一个整数 插入到数据库里边 这样数据库保存时间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也是系统当前的时间 但是保存时间优错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时间优错的整数 可以算任意一个时间段 所以 请大家记住 用P2P做成绩的时候 以后的所有时间类型 就用一个整数 INT去存就行了 INT去保存就可以了 上面这几种通常都不用 所以你看我做的项目的时候呢 通常呢 所有跟日期有关的 是文件上传时间呢 或者是 商品添加时间呢 文章的访问时间呢 用户登录时间呢 这些我用的都是整形来保存的 因为它是保存的时间优错可以参与运算 有这个好处 这就是我们数据库中的数据类型 创建表的时候必须指定字段名和字类型 字段名自己定义的 咱们都知道了 列类型 其他都是可选的 那可选的呢 我们下一课向大家介绍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主要就是创建表 的一些语法和 数据表的表类型 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